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纳米技术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原子级别的医生 纳米机器人的救命使命 2.分子尺度的环保英雄 纳米清洁队出动 3.原子舞台的超级巨星 纳米表演的微观魔法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原子级别的医生 纳米机器人的救命使命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情节 但实际上已经在科学界 悄悄铺开红毯的话题 纳米机器人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这些微小的机器人 可以说是原子级别的医生 他们的救命使命 让人既惊叹又好奇 首先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 来打破纳米机器人 这个听起来有点冷冰冰的名词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身体是一个巨大的都市 那么纳米机器人 就像是那些穿梭在城市中的救护车 警车和消防车 他们的任务 是在你体内的城市中巡逻 寻找任何可能的犯罪分子 比如癌细胞 或火灾 比如感染 然后迅速采取行动 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原子级别的医生 是如何工作的 纳米机器人 通常由分子组成 它们可以被设计成特定的形状和大小 以执行特定的任务 比如 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了 能够识别并精确攻击癌细胞的纳米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 就像是有着超高智商的刺客 它们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 然后释放药物 或者将癌细胞标记出来 让免疫系统来完成最后的判决 有趣的是 这些纳米机器人 在体内的行动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微观的特工行动 它们需要有极高的情报 来识别敌人 有时候还需要伪装自己 以避免被免疫系统误认为外来入侵者 而被攻击 这就需要它们表面 被涂上一层特殊的隐形斗篷 通常是一种生物相容性的物质 比如聚乙二醇 PEG 这样 它们就可以在体内自由游走 完成它们的救命使命 但是 纳米机器人的工作 并不总是那么顺利 就像任何新技术一样 它们也面临着挑战 比如 如何确保 它们不会在完成任务后 继续在体内游荡 或者如何避免 它们对健康细胞造成伤害 这些都是科学家们 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最后 虽然纳米机器人 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它们的潜力是巨大的 未来 我们可能会看到 它们在进行复杂手术 治疗疾病 甚至是延缓衰老方面发挥作用 想象一下 有一天你去医院 医生给你开的不是药 而是一群微型机器人 它们会在你体内巡逻 确保你的健康 这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是在玩 起点逼近 或者心机迷航 里的情节呢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纳米机器人这个词时 不妨想象 它们是你体内的微型英雄 随时准备出动 保护你的健康 而我们 作为科学的探索者 将继续关注 这些原子基倍的医生 期待它们在未来的 医学领域中 大放异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分子尺度的环保英雄 纳米清洁队出动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非常微小 但又极其强大的团队 纳米清洁队 这个队伍 由一群不可见的 微型英雄组成 它们的使命 是在分子尺度上 打击污染 保护我们的环境 现在 让我们一起 缩小到纳米世界 看看这些微小的 环保战士 是如何出动的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 什么是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 是指在纳米尺度上 以纳米等于十一分之一米 操作物质的科学 在这个尺度上 物质的性质 会发生奇妙的变化 就像是你穿上了 超人的斗篷 突然之间你拥有了 超乎寻常的能力 纳米材料 因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被广泛应用于 环境清洁和保护领域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纳米清洁队的几位明星成员 一纳米粒子 这些是纳米清洁队的 基础成员 它们可以吸附和分解 有害化学物质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你有一群 超级吸尘器 它们可以吸掉 你看不见的无垢 二纳米催化剂 这些小家伙 是化学反应的加速器 它们可以帮助 将有害物质 转化为无害物质 就像是把坏蛋 变成好人的魔法师 三纳米磨 这些薄薄的屏障 可以过滤掉水中的污染物 保证我们的饮用水安全 它们就像是一个超级筛子 连最小的污染颗粒 也逃不过它们的法眼 四纳米机器人 虽然听起来像是 科幻小说里的东西 但纳米机器人确实存在 并且可以用来清理污染 它们可以在水中游动 捕捉并分解有害物质 就像是微型的环保特工 这些纳米清洁队的成员 正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从清洁油污的海洋 到净化空气中的有害气体 它们都在默默地 保护着我们的地球 虽然我们用肉眼 看不见它们的工作 但它们的影响 却是巨大的 不过 就像所有的超级英雄一样 纳米清洁队 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 例如 我们需要确保 这些纳米材料 在完成使命后 不会对环境造成新的威胁 因此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 如何安全地使用 和回收这些纳米材料 总之 纳米清洁队是 我们这个世代的无名英雄 它们在分子尺度上 为我们的环境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下次当你喝一口清澈的水 或呼吸新鲜的空气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正是这些微小的环保战士 在背后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原子舞台的超级巨星 纳米表演的微观魔法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这个不可思议的 微观世界剧场 在这里 我们的主角 不是那些耀眼的电影明星 而是比头发丝 还要细小百万倍的 纳米级演员们 今天 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探索 这些原子舞台上的超级巨星们 如何在纳米表演中 施展他们的微观魔法 首先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 来打破这个微观世界的神秘感 想象一下 如果原子有社交媒体 那么氢原子肯定是 那个粉丝数最多的网红 因为它不仅是宇宙中 最常见的元素 还总是能和其他元素搭上线 形成各种化合物 氢原子 在Instagram上的自我介绍可能是 我是个简单的家伙 只有一个质子 但我能和几乎任何人合作 创造出无限可能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纳米技术的舞台上 这些原子和分子 是如何表演的 纳米技术 是一门关于操纵极小物质的科学 它的尺度如此之小 以至于我们的主角们在表演时 甚至连光都看不清他们 他们的表演是如此微妙 以至于我们需要特殊的眼镜 比如扫描隧道显微镜 STM和原子力显微镜 AFM来观赏他们的精彩演出 在这个舞台上 每一个原子和分子都是一个艺术家 他们可以组合成各种奇妙的结构 就像乐高积木一样 有的时候 他们组成了纳米管 成为了未来电子产品中的超级导线 有的时候 他们变成了纳米粒子 用于药物递送 静静地潜入人体 像一个隐形的人者 将药物直接送到病变细胞的面前 不仅如此 这些纳米级演员们 还能进行一些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魔法表演 比如说 金属纳米颗粒 能够催化化学反应 让反应速度大大加快 就像是在化学世界中 施展了加速魔法 而碳纳米管 则引起超强的力学性能 被誉为构建太空电梯的潜在材料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豌豆腾故事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了 纳米技术中的另一位超级巨星 量子点 这些小家伙 能够发出五彩斑斓的光 只要改变它们的大小 就能调整它们发光的颜色 想象一下 未来的电视或者手机屏幕 可能就是由这些会发光的威力组成的 让你的视觉体验丰富多彩 在这个原子舞台上 每一次表演 都是对未来科技的一次探索 虽然这些表演者小到几乎看不见 但它们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 纳米技术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世界 从医疗到能源 从电子产品到新材料 这些微观魔法师们 正在创造着一个个奇迹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纳米技术这个词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个微观世界的舞台 以及那些在原子层面上跳动的超级巨星们 它们虽小 却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就是纳米表演的微观魔法 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却无比精彩的奇妙世界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探讨了纳米技术 在医学 环保和科技领域的应用 纳米机器人 在医学中可以精确攻击癌细胞 纳米清洁队可以清除污染物 而纳米级演员们 则在微观舞台上 施展着他们的微观魔法 这些微小的超级英雄们 虽然看不见 但却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影响力 当然 纳米技术也面临着挑战 比如安全性和环境影响等问题 但是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以确保纳米技术的应用 能够更加安全和可持续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纳米技术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觉得 纳米机器人 纳米清洁队 和纳米级演员们的应用 是不是很有趣呢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与我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